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復式司法其实是近年来一个很新兴的议题 那在去年很夯的一个戏剧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 其实也有一幕是可以看到被害者家属 还有加害者家属他们坐下来进行对谈还有修復的桥段 但是实际上修復式司法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以及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 会不会觉得我们现在的司法程序 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或者是改善的地方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就是聊聊跟这个有关的议题吧 那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呢 在这个推动被害人权业保障上面都有很高的参与 那我也很期待两位来宾今天能够跟我们分享 就是很精彩的故事 我相信一定很精彩 那首先介绍我们第一位来宾 那这位来宾是这个律师界的前辈 那过去担任过这个包含白晓燕文教基金会的董事 台北律师公会犯罪被害人保护委员会的创始组委 那以及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的委员 那他是陈淑珍律师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陈律师的这个介绍非常的简短 好那再来介绍我们另外一位来宾 那他是中华民国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的理事长 那同时担任卫生福利部 还有基隆市政府的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推动小组的委员 还有七六行者遗体修复团队的召集人 但是除此之外呢 这个来宾跟我说 他其实最喜欢大家称呼他为姑姑 那我们欢迎王维军女士 大家好 我是王维军 好那我其实之前也看过很多关于姑姑的报道了 那就是对于姑姑这个身份 其实也就是都有看过 但是我想我们在看直播的一些观众 可能有些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 那姑姑要不要也稍微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说 关于为什么你会就是大家都称呼你为姑姑这样子 好这个要从民国一百年的十一月 这个缘起 我的这个代号叫姑姑 不是辈分 那也就是我弟弟的小孩 两岁五个月的小男生 当时被三个就是凶手拔了指甲 然后施打毒品 死亡 那从那个事件之后 当然我们就是因为从电视上面的新闻 本来是我们只是看别人的事情 那变成到了我的生活里面了 那个新闻到了我的生活 才知道说原来被害人是这么无助的 所以也就是从自己的经历 然后成立了协会 然后再去协助就是跟我同样需要帮助的这些家属 那因为我是王浩的姑姑嘛 犯罪被害人保护的相关的工作 然后到创立协会这样子 那姑姑刚才有提到说 您创立了这个儿童权益促进协会 那我也想说 一开始也先让姑姑跟大家聊一下好了 就是关于你们协会啊 它主要的运作方式跟理念主要是什么呢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其实我们因为协会很小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宣导的这种经费 但是就算有钱我大概也不会去住 因为我不爱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协会也没有官网 那协会全部都是志工 所有参与的人都是志工 没有标政府的案子 也不募款 就是如果你真的自己认同 然后你可能要稍微花点时间 才能找得到我们的捐款资料 就是不好找 那不标政府的案子 只是我不想被官方掐住我的脖子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我觉得该讲的该做的 我不希望是被因为跟政府有一些在案件上面的一个标案的这种合作被掐住脖子 所以常常有人就是都叫我黑脸 我就是半黑脸 所以大概协会从协助受虐儿的案件 后来延伸到是因为有很多被害家属来找我 都是成人的 所以从儿童的做到重大的刑事案件的这种被害人的协助 后来又延伸去做重大事故灾难 比如说台南地震 花莲地震 普悠玛 或是重大的刑事的分尸案 那这都是我们协会在协助的这种 任何台湾任何地方我们都协助 没有什么区域的这种分别 是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很辛苦 尤其这种类型的案件 那个心理的压力跟就是情绪的张力其实都非常大 所以咕咕过去是陪很多家属去参与相关的 包含一开始可能警察的程序吗 法院的程序 如果能够早一点就联系到这个案件的家属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其实大家也不知道我们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 那我也不是很多人都熟知的这样的一个有名的人物 所以当我们去联系的时候 甚至有很多网友会去帮忙 就是去传递这样的讯息 是有人可以帮你 譬如说陪伴解剖相宴 譬如说如果他的经济不太好 那甚至连伤葬我们还有遗体的这种修复 修复遗体其实是给亡者一个尊严 然后让生者能够得到安慰 那所有的过程都是都不需要钱 完全是无常 那甚至有后来就有些律师 也就会就是加入我们 就是他们也无常来提供法律的部分 那有一些殡葬业者 甚至也会就是无常他们做 然后我出这个名 他们来协助这些案件 然后不收钱这样子 就是有关儿童的 就很感动 其实这几年 我觉得那种残酷的事情 我不会去想太多 我反而会一只脑海里面记得的 都是点点滴滴的温暖 或是在可能跑高雄跑台南 在高铁的这种车上或是在路上 有人可能会叫我 就是那个王姑姑,你加油 谢谢你 就很想哭 甚至我有时候会坐计程车 那种计程车司机就是 我要下车的时候 他会跟我说不用了 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不用了 然后我有点愣住 刚开始我有点愣住 你说什么 他就说 谢谢你为台湾小朋友的付出 所以我近一点我的力量 真的下车我都要哭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路上 我会一直记得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 而不想要去想太多的那种残忍的画面 对 谢谢姑姑的分享 真的 我觉得真的听到会觉得很温暖 就是而且我觉得 对于其他被害人家属而言 他们可能第一时间 他们可能可以从你这边得到一些支持 其实我相信 就是虽然发生很不幸的事件 可是至少他们会知道说 有人是可以理解 或者是可以协助他们去走这个过程的 对 好 那谢谢姑姑刚才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现在回来问陈律师这边 因为我知道陈律师过去也参与很多 跟犯罪被害人保护有关的活动 那主要想要先跟陈律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投入 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相关的运动这样子 因为我一开始职业律师 我在想说律师这么多 商业律师也这么多 我就一开始我就设定说 我不要要走一个公益路线 那其实我的律师生涯 其实经历了非常多的那个血泪法案 其实第一个大概就是那个 那时候是家庭暴力防治法 那时候是因为邓儒文杀夫案 所以大家Google一下 都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在 现代妇女性经卫潘慧刚 那时候是立委 跟那个高丰仙 对他后来是经卫 他们那时候就是很快的 就是邓儒文杀夫案的那个不久 大概隔个两三年 我都记得那个家庭暴力防治法就通过了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新的法案 那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因为我还担任了好几个那个 就是法院的那个死刑犯的义务辩护 我那时候还没有选边站 现在那时候还没有都是帮坏人 就因为那时候就有一些契机 就是帮死刑犯辩护 那因为那个案件通过之后呢 我就就有有有辩护到几个死刑犯 让我印象很深刻 比方说其中有一个呢 那时候也是很有名 就是火烧车的杀夫案 那个是一个原住民的先生 跟一个当护士的太太 结果就有一些纠纷 那个太太 就是那个护士 就在那个北夷公路上 就把那个车子放火烧了 把他先生烧了 那为什么我那个印象特别深刻呢 是因为在那个高院的审理的过程当中 那我们就透过 因为跟他接见之后 我就协助他跟那个被害人的家属 也就是说那个爸爸 原住民的爸爸沟通 那因为他们也有生一个小男孩 就没想到就最后一次辩论庭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个被害人家属可以陈述意见 那一幕是相当感人 就是那个原住民那个爸爸 就跟法官陈述说 我相信我的媳妇应该不是故意要杀我儿子的 是什么什么原因 希望给他重庆量刑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就是第一次的总修复式司法 让那个加害人跟被害人有一个和解 所以我印象中 他并没有判误期徒刑 就是比较减轻 所以这个是家庭暴力的那个阶段 那其实真正投入犯罪被害人保护的 的那个重点是在那个白小燕命案之后 白小燕命案之后 白冰冰女士呢 她有成立一个白小燕基金会 那我是她们的董事 那我董事之后呢 我在想说能够为她们做一些什么事 因为白冰冰她那时候的 觉得她的基金会的主轴 都是要做儿童的平安的那个安全 还有警察子女的奖学金 她的重点是在那里 所以我是比较建议她说 因为她那时候的被害人家属的形象很清楚 我建议她做这一方面工作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呢 我们就办了一次研讨会 那个研讨会呢 我才发现说我们台湾真的是被害人保护 完全是一片荒漠 因为包括法务部长 侯友怡怡 还有很多个那个专家学者都到了 但是就发现说 因为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委员会的个案也来参加 结果她也参加以后就发现说 他们对于那个法律完全是很陌生的 非常的陌生 然后就是那种焦虑 就让人家就觉得 我带一个当律师的发现说怎么会 我们的犯罪被害人保护不是最基本 就是要让他们的法律程序有所了解吗 结果竟然这样子辛苦 我们就台北分会犯罪被害人保护 台北分会就开始 由我开始做那个法律咨询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可以稍微分享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为什么说在这个饭饱分会的时候 做了第一个法律 辅助的那个很特殊的个案 那是一个 其实他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班对 后来就结婚了 那没想到她的先生呢就外派到美国 就认识了一个小三 那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想要分手 小三就 可能就是反正就是想办法就把那个 他的先生杀死了 然后那个小三就自杀了 那主持人你也是律师吗 如果被害人跟加害人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加害人都不在了 那这当然就是不起诉讼 就癥结了 可是这个案件就比较特殊的是说 除了这个被害人 就是这个太太啦 他除了说 面临说先生的背叛 他因为本来以为是班对 感情都非常好 结果背叛 那竟然还有个更窘迫的就是 那个加害人就是那个小三 的爸爸 竟然回过头来说是因为他的先生杀死他的女儿 要请求他应该他这个要赔偿 可是事实看他的迹象不是这样 但是因为已经症结了嘛 那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案件虽然是症结了 后来我是协助他 提起民事诉讼 提起民事诉讼 因为症结案件我们就可以去调那个资料 那个时候是还不能够说直接律师院卷 所以那个最印象最深刻就是提起民事诉讼 把那个刑事生产券 调出来 就是发现其实是那个小三 先杀死他的先生之后 他才自杀 那整个就清楚了嘛 就让这个加害人的那个到底犯罪责任 还有那个民事赔偿责任就比较理清了 所以这个个案也让我说觉得说犯罪被害保护 其实第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 法律程序可以顺着走 那所以这个白晓月命案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感触就是说 你们可能还年轻还不太晓得 不晓得你们生了没有 那是民国大概86年的时候白晓月命案 那我们常常讲说犯罪被害人保护 他要保护些什么人 那我们一般讲说直接的被害人 比方说白晓月的话他就是直接被害人 可是他有一些间接的被害人就是这些家属 那如果以白晓月命案的话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那个过程 在那个年代竟然还衍生的社会事件 政治事件 所以如果再去Google的话 可以发现说那个时候政治动荡不安 因为就有一些活动 这社会运动就是开 其实我觉得社会运动那个时候才开始 比较那个不是属于那种完全政治的 是因为这样犯罪被害人的运动 那时候我印象中大家是穿白色的衣服 然后就很多的群众运动走出来 还用那个雷射光打在总统府 然后要求要换内阁 所以那时候李登辉总统也是很辛苦 他总统府被打了那个反正也是要他下台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可以发现说这种犯罪的被害人 真的不是直接间接而已 整个社会大众可能都是一个隐形的被害人 那为什么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发生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要 比方前一阵子不是发现了一些什么案件 虐待小孩的 结果就很多那个乡民就要去逃公道等等的 那像这个就是这种情绪很可能就是一个 因为这个犯罪 但是导致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 都会有相同的这种叫做隐形的一个被害人 所以这个保护就会影响到说 我们后来再讲到说修复是司法的这样的概念 谢谢陈律师的分享 就是我觉得听就是是非常就是有感触的一些故事 其实我刚刚有观察到姑姑都听得很认真 然后姑姑是不是有些情趣 没有啊 其实我觉得陈律师刚刚刚好讲到就是 所谓的隐形被害人 王浩事件发生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小学老师 他非常关切这个案件 然后我们也在一个脸书的社团里面 大家想要就是能够汇集力量来帮小孩子 那但是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的不好 他跟我王浩是不认识的 是从新闻事件才看见王浩 当时有一个媒体人就曾经讲过 一句话就说 浩浩的那双眼睛非常的漂亮 他说就活生生的这个男孩 现在就注尽了大家的心里 虽然完全之前是完全陌生的 那这个事情发生一次好几年 那个老师 因为他有小孩小小孩 他都没有 长年没有办法帮他的孩子剪指甲 他一要拿指甲刀 要帮他的孩子剪指甲的时候 他就会整个画面就是 王浩当时指甲是被拔掉了 所以隐形的被害人真的非常的多 其实如果我们举很多的案例来说的话 就如同说当有这种儿虐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曾经还接到一个阿公打电话给我 就说你是不是可以 能够在修法上面 在惩罚凶手上面 能够更快一点去努力 因为他都不敢 带他的孙子去公园玩了 他很害怕 譬如说有人随机杀人的 当时小灯泡的案件的时候 我就接到很多这样的讯息 讲着讲着都哭了 那其实这些社会事件 隐形的被害人 就类似这些阿公阿嬷 他们都会非常的害怕 当在公园发生事情 在马路上发生事情 所以我就说 在程序上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就像铁路沙警案 到后来的判决 其实也有很多人 就一直在问我 为什么会是无罪 我觉得可能这种司法语言 和里面的这些重点 不是一般民众能够了解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 让这个事情能够更清楚 用人话来呈现 而不是那种司法语言 因为司法语言是非常没有温度的 那大家就很直觉的就是 明明就是他杀人 为什么杀人可以无罪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并不是杀人无罪 其实他是有罪 但是他不罚嘛 是不是?他有错 对 那个涉及到就是精神障碍的 那个部分 可是我觉得在整个呈现的时候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在就是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时候 结束总结到了8月12就三年了 我们的法律白话文运动也一直都在推 可是我覺得那個進步非常的緩慢 還是都不是講人話 就是我覺得講人話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這種比較堅塞的 對一般民眾比較堅塞的議題來講 真的要講人話 有 我覺得姑姑有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覺得包含您在介紹 就是說隱形的被害人 我覺得其實尤其像姑姑 這麼關注兒童的權益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對於兒童相關的案件 其實都非常容易就是 引起很多的關注 跟大家會有非常多的情緒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也是因為 我們都會覺得兒童其實是最無辜的 就是最單純跟就是我們社會雙 可能會希望說 他應該是一個無憂無慮的童年 可是發生了一件 我們都不希望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個東西我覺得也會變成 大眾可能也會擔心說 到底同樣的事情會不會一直發生的 這種害怕 我覺得他是非常非常現實的 對 然後我剛剛其實有點想要回來 再問一下陳律師 因為陳律師剛剛有提到說 您一開始做是做包含死刑辯護 就等於比較有點像是站在被告那一方 但是到後來就是也有做一些比較站在被害人的角度 我想問一下說 陳律師覺得這兩個之間的角色 對你來講那個差別 主要是在哪裡呢 其實死刑的辯護我們當律師也都知道 並不是他有殺人把他說成沒有殺人 而是真的是純粹從被害者人權的觀點去辯護 所以也是用心無愧就餘心無愧 那其實就替死刑辯護 其實我也有好幾個那個 但我有記憶的 比方說有一個死刑犯他生前 就是反正就 把他的那個女朋友可能就侮辱他 要跟他借錢還怎麼樣 就說他沒有用啊怎麼樣 他就一氣之下就把他那個熱死了 然後在棉被裡面就用那個什麼爐啊 就把他就就整個都都燒焦了這樣子 然後那個案件當然是判死刑 結果他要執行的前不久 那時候執行實行很快的 那個早期那結果那個教匯師就請我說 因為他可能隔兩天就要執行了 那他就那個那個被告啊 就就受刑人他就就希望可以見我一面 那我就跟他律見 那律見的時候他就拜託我說 他如果有機會的話 請我跟他們那個被害人家屬道歉 然後最重要一個是 就是希望跟他的母親能夠跟他講說怎麼怎麼樣 結果我這個兩個任務幫他打成了 那我在想說在他人之將死其言也散 好那在最後關頭其實他的想法就兩個 一個他對不起他的母親 那他的母親當然是我們可以從電話可以用書信或者一個電影跟他解決 但是最重要我是覺得最重要的那個心啊 就是他雖然沒有辦法在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修復實施法從監索就可以開始有這個機制可以處理 但是他有那個心然後我也想辦法從那個捐證資料裡面去跟他表達了這樣子的重點 當然後續是沒有接到那個被害人家屬給我的回應 我在想說他在那個年代他一定覺得說那你這個律師幫壞人辯護的你講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說他有這個心意 那這個就是一個最開始的一個修復式的一個個案 所以我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不會說是因為我被幫死刑犯辯護 然後我就覺得我好像很不應該 那對跟那個被害人家屬的這樣子的互動 或者是對被害人案件的我剛剛講家屬很可能就是他是死亡的嘛 那種重大的案件那種的那個保護 或者是不要是死亡重傷害 或者是一般的那種傷害案件的 或者是甚至我常講說犯罪被害人保護的保護傘不大 他就是他的對象就死亡重傷害性侵還有家暴兒哨 這個人口翻譯就大概就這些 但是跟他們的那個保護 其實跟我被害人的就是跟被告的編護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衝突 但是事後也沒有人再找我幫死刑犯辯護到是真的 可能因為整個形象就已經到這邊了 所以這個 但是有讓我覺得說其實律師就是這樣 見人說人話見貴說鬼話 當然不能講說這是自己自己這樣消遣 很多時候律師就是誰怎麼樣辦事 但是我覺得是我們那個奮起其實很清楚 因為我們律師的身分就是你要有司法的這個 這個有一個天平自己要怎麼做 但我覺得這一個部分我覺得蠻好的啊 被告也是真的有他有他的人權 只是在那個時候被告人權真的是比較囂張 但是現在被害人的人權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長久的這樣子經過這段時間的奮鬥 真的讓人家很欣慰啊 是 謝謝陳律師的分享 我覺得陳律師剛有點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被告的跟被害人看起來我們好像都會覺得它是天平的兩端 就是說我們好像多關注被告一些 然後好像我們就是忽略被害人的感受 但是陳律師剛有跟我們分享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他有的時候未必是衝突的 就有的時候可能我們被告的位置 我們也許也有一些我們可以去關注他的權利的部分 但是同時 與此同時對於被害人的關注跟保護 也我們也都應該要去具備 那在這個兩者之間我們怎麼同時去兼顧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回來問姑姑 姑姑剛才跟我們的分享也有提到一個部分嘛 就是覺得法律的一些文字 跟一般的人民可能很遙遠很陌生 那姑姑就是過去參與過這些 可能比較多是站在被害人 或者是被害人家屬的身邊去陪伴他們 那您自己的經驗覺得說 目前的司法程序有沒有什麼地方 對您來講是不是很友善 或者是很希望要去改進的地方 有許多的不友善 我們快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反應 因為其實像我協助重大刑案 都是從事件一發生 可能在初步相驗的陪伴 然後到解剖相驗 初步相驗是驗外觀嘛 解剖相驗是要拿內臟 所以它是兩種不一樣的相驗 那可能有的時候 甚至在這些家屬一發生 家人有發生這種慘案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太知道什麼叫做初步相驗 和解剖相驗 解剖到底是解怎麼樣 你如果沒有先跟他說一下的話 他可能看到遺體出來的時候 他會受不了 所以我都大致會去 雖然是很殘酷的那種情況 可是我必須要就是緩慢的 謹慎的去跟他解說清楚 然後甚至如果說像很小的 寶貝他被解剖的話 我們甚至看到可能這個媽媽 是在情感上面是過不去的 我們就會出動我們的76型者 遺體修復團隊 會重新幫他把線拆了 因為其實這個我已經有 也跟上次在法務部我開會 我也提過 就是在解剖相驗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縫線可以不要這麼粗 縫線大概像牙籤這麼粗 那所以縫起來那個 當然時間上面 我不是現在在講不是在責備 就是說我覺得整個 完全就是沒有在 就是王者的尊重和尊嚴 以及他的家人的這種情感上面 去做考量 所以才會有那樣的一個 非常粗的針 非常粗的線 縫的就是 都是皺褶 那其實那個看了 讓人家心非常痛 尤其那個小孩可能不到一歲 你知道那樣的一個解剖 頭部還有這個歪字型 當我們拆開線重新縫 縫美容針都是隱藏在裡面的 上面擦了粉就不會有那種 就是看到那樣的明顯的那種痕跡 那樣子其實給母親非常大的力量 我們從一件一件的協助 我們就看到 當我們真正實際去做到比較深入 甚至細緻的這樣的服務的時候 那在情感上面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我會用那種 像尤其官員最喜歡講的 我感同身受 所以其實我每次都會吐槽那些官員 就說你不要感同身受 因為我不希望你家發生事情 因為你沒有發生事情 你家裡沒有發生這樣的 譬如說分屍案好了 你根本就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沒有辦法感同身受的 那講的就是假話 那他同理心嗎? 他就我換異地而處 我會怎樣 然後那我就會感受到你的難過 錯 譬如說 今天我是一個懂法律的官員 我跟那個就是市井小民的被害家屬 異地而處 你還是用你自己的思維在看事情 你並沒有從他的處境 被害家屬的處境 和他本身的資源 你沒有從這個基礎上面去做出發 所以所有的事情做出來就是不到位 那甚至是層層的傷害 原因在這裡 所以我就講 如果今天我們 能夠真的 是用非常有溫度同理心的方式 我為什麼在斯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要提出有溫度的連結 這種有溫度的連結 其實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法不論在怎麼修 如果沒有一個 很有經驗 甚至很有溫度的那個執行者 法再漂亮 其實就只不過就是表面而已 可能 就像可能那條街道淹水了 我們政府就會派出掃街車來 就把整條馬路都掃乾淨了 那可是問題是 長官重點在下水道 但是長官他們程序都走過了 這就是我這幾年一直看到的問題就是 程序都走啦 我單子也給他啦 就是那種申請犯罪被害部長金的單子也給啦 權益告知書也給啦 然後我們都有去問過啦 也問過他要不要 需不需要這個心理諮商啦 可是你不知道他有的時候那個哀傷是會遞言的 然後你們結案了之後 後面呢 家屬不敢講 可是他們會跟我講 那 當然其實我講到這個我就要非常感謝 就是有幾年前 新北市的那個家房的主任就是因為有一個案件 當時他們也是很貼心的問 可是家屬說不需要 那不需要因為那個就是孩子死亡的那個小女孩的姊姊 那姊姊大概十歲 那他當時的那個年紀就是比較叛逆 姊姊比較叛逆 那而且又愛面子嘛 你知道在那個年國中有沒有的那個年紀的時候是很愛面子 就你看他酷酷的 可是沒有多久 當他拒絕了就說不需要看起來姊姊都還好 可是就沒有多久 我在跟媽媽見面的時候 媽媽就跟我講說姊姊狀況不對 可是他當時已經回絕了 所以我就跟這個新北的家房的主任說 然後他們又把未來協助這種案件的結案時間拉長 所以其實這一路上 其實有很多的長官確實是很 真的是有同理心在對待這些 然後也看見問題 也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想要看到正向的東西 因為大家好像在新聞上老是看到我罵人 其實我要開始要改變一下形象 我覺得姑姑也是很犀利就是會有把我們的重點點點出來 就是很多東西不是我們程序怎麼去做 怎麼去定我們照著去走 我們可能在執行的時候也要考量到那個可能家屬的心情啊 或者是他實際上遭遇的一些困難 姑姑要不要再給我們幾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就是你覺得說可能陪伴被害人家屬的過程 你可能發現哪一些是特別容易感受到 可能法院司法不友善的地方這樣子 這個就像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們過了那個刑事訴訟法271條之二 我們要跟那個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嗎 然後是那個被害人那個隱私 隱私保護 隱私的保護跟那個姓名基本資料要做 對對對 就戶籍 你要念你的戶籍資料 身份證 字號 電話什麼的 那就是要做保護 對 要把它公開給大眾 公開法庭一直 為什麼 我就是從斯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因為我跟婉魚同一組嘛 燈泡嗎 我跟他同一組 第一分組就是保護犯罪被害人的第一分組 那我們一對話的時候 兩個都有同樣的感受就是 當時他的事情發生 然後王浩的案件是因為我是家族代表人 那我去法院開庭的時候 其實我坐在那裡的時候 當法官要我念的時候 你知道法庭那種公開 尤其這種矚目案件 法庭都很大 做了很多的記者 甚至有很多的一般民眾 甚或是加害被害兩方的親友 但是法官必須很大聲的就是 叫什麼名字 我就要說王維鈞 然後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址 你就要大聲的念出來 因為法庭有影音錄影 其實當時我跟婉瑜兩個 我們同樣的感受就是 我們很恐懼 我在法庭裡面講出我的戶籍地址 我很恐懼 我有兩個女兒 然後婉瑜還有三個孩子 當我們的地址被公開的時候 所以後來就是在斯改國事會議結束之後 我就去促成了這一件事情 那當然也要非常感謝羅政委 其實還有司法院當時都很幫忙 那所以很快的就是去年底就過了 可是在落實的部分還有待加強 三讀過的總統也頒布了 就是1月8號 今年的1月8號總統頒布 那1月10號開始施行 可是一直到上個月 我去法院陪家屬開庭的時候 還是被要求要大聲的念出來 那為什麼是由我這樣的一個不懂法律的人 來促成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中間又有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也就是可能一般的法律人都很習慣就是 幾十年不是就長這樣子嗎 是不是開庭就是要講出來 因為有影音錄影 那當時其實我在講想要改善這一條的時候 去修這一條 我一天到了晚上我大家都講到都喉嚨都啞 看到人就講就是檢察官 相關就是相關的記者或是就是警察 這些都是相關 常常會被扣上就是洩漏被害人各自的這些人 我都去只要碰到就講 那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然後其實就讓我常常會有一些法律人對我的反饋就是 你不懂法律 我說喔對 當然講法律我可能沒有你懂 那你不知道法庭有影音錄影嗎 我說我當然知道我常常在陪啊 他說所以那個就是要講出來啊 影音錄影啊 我說可是我就不理解了 為什麼不能用拒絕呢 或是用這個螢幕上面就是是不是是就可以了 那但是法律人常常就是 我覺得法律人有的時候還蠻不友善的就是也蠻自以為是 不好意思我得罪很多法律人 就是他就講說你不懂法律 法庭哪裡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以為你想改就可以改的嗎 然後呢這句話就刺到我了 然後刺到我之後我就開始更努力的去促成這件事情 我就不相信 我說我即便我不懂法律 但是我懂問題 因為會造成恐懼 然後也會讓就是有些媒體人 甚至是這些這個警察 常常都會被說 你洩漏 是你洩漏了被害人的個資 所以才會有記者在判決的時候就去賭麥 為什麼都可以資料都會被找到 我就說 那法官怎麼沒有想過 其實個資是你洩漏的 而且是大庭廣眾的叫他唸出來 人家會記嘛 記起來之後 今天如果是被害人 那他會害怕被報復 那今天如果是一個像我協助的案件 一定是窮凶極惡的家害人 譬如說虐打死小孩或是分屍案的兇手 那如果是那樣的窮凶極惡的家害人 他絕對不會住在戶籍地子裡 但是他的孩子 他的家人 他的父母 可能會被騷擾 有沒有想過 其實 當我在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對我 就是 不太能夠 理解就是說 你不是在協助被害人嗎 你為什麼 還要去幫家害人去想 今天 我們要看的是公平正義 今天這個家害人有可能 像我認識的陳隆琦 鄭信哲 我跟他們都很好 他們當時是家害人 可是他們是被冤枉的 他們後來成為了另類的司法上的被害人 他們也是我需要協助的對象 那所以我覺得飯堡他應該是要包容 整個犯罪被害 刑事犯罪的被害人 甚至在司法上面的不完備上的被害人 這都應該是飯堡需要去協助處理的 因為他們的家人也非常可憐 隆琦差點自殺 對啊 非常慘 謝謝姑姑跟我們分享 親自去陪伴參與的經驗 我其實也覺得 在隱私跟個人資料的保護 我總覺得就是法院好像做的不是很理想 而且還蠻多就是重大矚目的案件 好像記者都有辦法 不知道從哪裡都會得到可能被害人 甚至被告親屬那邊的個資 然後可能就會去大師的報導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處理方式其實很容易會造成 包含對被害人家屬惡毒的傷害 然後我覺得對被告的家屬來說 可能他們身為家屬 雖然是加害人方 可是 可能這件事情本身跟他們也未必有直接的關聯 尤其是孩子 最可憐 你知道真的 父親是個殺人犯 孩子連頭都抬不起來 你未來要讓他怎麼樣不走歪路 是不是 我覺得 大家必須要從這個事件的視角去出發 就像剛剛陳律師說的 他幫加害人辯護 律師本來就是有幫加害也有幫被害 但是他是在整個事情上面 我們是對事不應該是對人 對 所以可能很多民眾要必須思考一下 不是幫加害人的辯護的律師就是不好的律師 這一點可能大家要重新思考一下 謝謝姑姑幫我們推廣這個概念 對 我相信也很多律師也很怕接重大刑案的原因之一 你可能也是怕說大家會不會就覺得說你是一個什麼幫誰誰誰辯護 你就是一個什麼樣很不好的律師 但是也感謝姑姑 可是我要補充一點 我要補充一點 你剛好講到這 就是 其實曾經 王浩的那個祖賢 就傷害王浩的祖賢 那個兇手的律師 現在跟我是朋友 為什麼能夠是朋友 因為我們同樣在司法的議題上面一直有在想要讓他能夠更好 然後都有在做這種公益上面的努力 那我為什麼能夠跟他變成是朋友 從一個他是兇手的律師 其實最主要的主因在他在當時他沒有傷害我 可是我在這幾年陪伴很多案件的同時 其實在這些刑事案件我陪伴被害家屬的同時 我看見了有些律師用言辭非常惡劣的 甚至整個就是態度、眼神、表情 對這種被害家屬的這種侮辱和傷害 我覺得那樣就非常的不當 如果今天 你幫的是這個 就是加害人 可是 我想你們是不是能夠反過來 能夠同理一下 被害家屬有時候真的是 他沒有辦法在法庭上面 重複的一直去講 他講了他就會哭 就會有情緒上來 可是有的時候就會被講說 唉唷你一直這樣哭怎麼講 這樣 算了算了啦 什麼就很不耐煩 有些律師會講一些風涼話 這個就會 其實這個都是傷害 如果當時王涵案的律師 就是加害人的律師 如果也對我講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當朋友 其實我覺得 我就取決於這個律師 他到底是 是在做法律的神聖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還是他是真的只是想要幫加害人 其實這很容易分別 謝謝姑姑跟我們的分享 那我們再來也來問問陳律師 就聽完姑姑的分享 我們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陳律師也可以跟我們的觀眾朋友 介紹一下說 目前可能對犯罪被害人保護相關 我們有什麼法律的制度 是跟這個相關的 是 我的分享就是姑姑罵得好 因為其實真的有很多個案 是很欠罵 所以姑姑如果可以在適當的時機 適當的個案發生的話 那其實這是非常的好 那其實我不得不說 這樣二三十年下來 我覺得我們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進步的國家 由我們有一些血淚案件發生 我們就有好的法案出來 因為鄧如文沙夫案 我們就有家庭暴力防治法 因為白小燕命案 我們就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然後我可以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犯罪被害人的保護法 他的保護傘就是剛剛講的死亡重傷害 在刑親家暴或者是兒哨 或者是什麼人口犯 他那個線索在這裡 那他的保護傘 其實沒有辦法很大 我們就講 因為姑姑常在罵犯保 犯保協會 那因為我長期也在這個領域 所以可能我會用一個比較 要理解包容的眼光 來看待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因為有個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在那邊 然後我們有個辦官方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在那邊 那我們就要仔細看看說 這個協會 他是法務部用四千萬去湊出來去做的 那你想想看 全國的剛講的那些案件 那要用四千萬的基金會去做 那人沒有多少隻貓 然後要做的事情是包山包海什麼都要做 那一定會有不適合適合的地方 所以他有這個機構 但是他很多時候是辦官方的 然後會有很多的缺失 所以我是比較期待說是用一種前面的 尤其是像這個犯罪被害人保護 其實有很大的工作 都是一些就是無仇的 尤其特別是志工 很多的全國大概八百多位志工 很多事情都是靠他們來完成的 那他們本身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有什麼收入 那他們就是真的是 但是我看到是一些無盡的這種付出 所以也是讓人家很感動 那我是比較建議說可以在一個理解這個制度 現實面的不足 然後我們希望怎麼樣來改善它 我知道姑姑他們是很積極說 希望說有一個法 那我非常的樂見 這樣子的一個法制可以一個基金會 對 像我們的法福一樣 他標竿是我們的法福基金會 我們法福基金會是後夜人嘛對不對 沒有 主辦人問一下搖頭 資源比較多 資源比較多 對 它是亦來亦去的嘛 那你剛剛一聽了四千萬就是很陽春 然後法福基金會它的整個制度是非常的健全 那其實可以用這樣的標竿來做一個標準 那剛剛講到說犯罪被害保護 其實是真的是有一些不足啦 那犯罪被害保護法施行了很多年之後 那我就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常很多人聽過的一個叫做百合條款 百合條款其實它就是那個日本留學生 那時候大家還記得 大概這個是大概也沒多少年嘛 大概101年才發生的事情 現在89年而已 三個日本留學生 一個男生殺害了兩個女生 然後那兩個女生這個殺害之後 那個張志陽就是那個兇手啦 他就逃亡啊 然後去看什麼AK1什麼48 那個什麼 對 那個去看那個 那個那時候非常的紅嘛 還要抽籤才能夠進去 他就在那個演唱會的那個地方就被抓到了 那抓到以後呢 就在警車就把他送到他們警局的時候呢 一下還沒 剛下車他就自己用的水果刀就自己自殺了 就是自己割警死掉了 那這個案子呢 在我們的一次從事這個犯罪非常保護的這個工作來看 那個時候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很需要關注的一個案例 因為第一個呢 那時候非常的轟動 媒體的報導啊等等的就非常的多 但是那時候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看跟剛剛我說過的個案一樣 加害人也死掉了 那加害人死掉了那時候當然討論非常多啦 首先就是說那你為什麼把一個犯罪嫌疑犯 你現在都要罵日本警方 日本警方你為什麼把那個犯罪嫌疑犯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讓他上車然後也沒有收身 那也沒有手療腳靠 然後可以讓他在還沒到警察局去做筆錄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用他的預備的水果刀就自殺死掉了 然後那兩個女孩子其實被殺得非常慘 他就在宿舍裡面就先殺了那個林子穎 就是那個百合條款那個莉莉 然後在可能是為了要滅口嘛 然後就把另外一個室友也一起殺了 每個人都是身中二十幾刀 是一個非常慘的一個慘案 但是在台灣鬧成非常大的轟動呢 就是很多媒體就一直去賭麥 賭誰你要記得嗎 賭那個爸爸就是那個加害人的爸爸 加害人爸爸他是在那個什麼幾條通那邊開那個鰻魚飯的 然後就動不動的就是他的爸爸 剛剛應該還有那個印象就是說 如果是我兒子做的話我會道歉等等的 好像媒體都這樣講 可是這一個整個的事情發生之後呢 對犯罪被害人來講 就是那兩個女孩子的父母來講 有幾個非常放不下的 第一個就是那個媒體啊 他就一直弄到他好像讓社會大眾都以為說 那個爸爸已經是道歉 就是認錯道歉以後要賠償 好像弄成一個這樣的社會形象 結果並不是這樣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那個意思 那還有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經驗就是 找不到外交部的適合的管道 因為那是國外發生的嘛 就外交部的就好像就是那個 整個那個機制就很混亂 所以為什麼這個後續的那個 犯罪被害保護法的那一個方案 也是要加上說 以後這種國外的個案 你就其實外交部應該有同一的窗口 讓我們的國人可以尋求一個適當的一個保護 跟這個諮詢的機制 然後最重要一點就是 那個時候啊 家人死掉了 那我們如果在台灣的話 我前面講說 根本就那個安靜的家裡 根本死神大海就看不到那個東西了 還好那個時候我有這樣的機警 然後也捐了一些 因為在日本請律師是非常貴的 所以我捐了一些錢 然後那個法務部那個販寶也捐了一些錢 幫助這兩個被害人家屬 在日本請 日本當地的律師 我在想說如果在台灣的話 我們大概就可以就可以義務幫忙 但是那時候我印象中 我還不少錢 就請那個律師 他們的律師是可以在 那個時候是可以月券的 所以也幸好說在那個偵查的時候 然後最後雖然已經癥結了 那個律師有辦法去月券 他把整個那個捐證印出來 那印出來後續的呢 就影響到說 在台灣 我們要請求那個犯罪被害的損害賠償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這個我先講這個損害賠償這個 那個你看喔 我們律師都知道嗎 到訴訟這個舉證責任在哪一邊 當然是我們啊 那首先我要舉證說 兩個女孩子是這個張志陽殺的 那張志陽已經不在了 他雖然聽警局警察講說 他最後有講說 什麼很對不起那兩個女孩子 怎麼樣的 但是警察講也沒有用啊 那這個這個遺言也沒有什麼 所以現在什麼錄音錄影啊 就沒有嘛 然後 要請求損害賠償的對象是誰 那個爸爸媽媽 那個爸爸其實那個張志陽 他就是一個那個宅男嘛 他根本就也不太成才啊 就根本也沒有什麼遺產啊什麼的 那當然對象當然 因為他是我們認為說他是法定繼承 那時候我是協助他打這個民事訴訟 那打這個民事訴訟就起訴以後 當然法官他也是很想幫忙 然後也希望說你們可以和解 我跟那個律師協商很多次 希望他請他的當事人 因為被害人家屬其實了解說 這個加害人根本他死亡了 他自己明顯沒什麼財產 但是希望說他的家屬可以給他們一個交代 給他們一個道歉或者是怎麼樣的 然後適度的賠償或怎麼樣 沒有喔我看他調解了很多次 包括法官都勸他 連來都不來 然後就是否認 那法官只好依法判決啊 那判決要根據什麼 我空口起來沒有用啊 也幸好那個時候有委託日本的律師 然後日本的律師把那個整個卷證寄過來 那如果我們的經驗法官能用嗎 通通都不是日本裡嘛 根本沒有用啊 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還好就是透過那個 日本的留學生還有那邊的律師要做認證 然後留學生幫我們免費來翻譯 然後進入翻譯社 去翻譯認證之後 法官就可以用在判決 那最後的損害賠償金額是 父母各賠五百萬 但是那個也是必死一張 因為他從遺產裡面去賠嘛 他就沒有所以必死一張 那所以這個是 就是以我們律師的角度來看這個案件 但是更重要的一點 這個百合條款是在講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有犯罪被監保護法 如果說這個被害人 他都沒有辦法取得賠償的話 那國家就應該要給你補償金 對因為常常會有那個問題 是儘管你打贏那個民視訴訟 可是最後執行不到嗎 因為被告他可能名下沒有財產啊 或者他可能脫產啊 這種狀況就導致 雖然看起來你好像被判得很高 但是實際上執行不到那個問題 對那補償金是什麼意思 補償金就是說 因為我們國家治安弄不好 引起這發生了這個殺人案件 然後有這個被害人產生了 所以國家要給你一點補償金 那補償金正常的制度 世界各國都一樣 他是屬地主義 因為你在我的國家發生了凶殺案 這我們國家治安不好 所以我陪你 但是這一件不是喔 三個都是台灣人 凶殺的地點在日本 那依照日本的法律他們不罰 因為你們都是外國人嘛 那我們台灣的人 他們家通通都是在台灣交稅的 可是就領不到補償金 那怎麼辦 所以這一個很特殊的個案 那時候就去爭取這個百合條款 就是從這裡來的 那最後呢 是有一個扶助金 他的名稱叫扶助金 那對這樣的狀況呢 就給他們輔助金每個二十萬 那這個莉莉 就是林子盈他的父母 也非常的感動 他就是把那二十萬捐到我們的販寶協會 那所以你從這樣子的個案 你就可以理解說 那個時間點被害人的心聲 他希望媒體不要有亂七八糟的報導 因為那個時候媒體還報導說 為什麼張志陽要殺害林子盈呢 是因為他要追他 要追求他追不到 然後這個是他的就是 因為他們三個都一起去日本的語文學校念書嘛 然後那時候那個張志陽是跟他的一個室友 那個室友可能是來教他們的日本語的老師 然後那個日本語的老師講的 就是說他喜歡這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不理他 所以他怎麼怎麼樣 結果這樣的訊息一出來以後 我們的媒體就報導成說 因為這個什麼兇殺 是因為感情因素引起的 那對被害人家屬 他就覺得完全不是這一回事 因為林子盈在台灣其實有一個多年的朋友 男朋友都已經很好的 根本不可能跟人家有發生感情 所以他很不希望說這樣的媒體亂亂講 所以這是一個 還有我剛剛講說外交部的這個體制 那這個補償金還有這個損害賠償 所以這個這個百合條款 那個時候也是經過一番爭取 然後幸好說通過的這樣法律有在修正 所以我為什麼要拍拍手對我們台灣的那個 真的我們台灣真的很進步 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 我們的國家也都聽進去話 那所以也請那個姑姑你盡量罵好了 但是就盡量罵 只要我們的國家他聽得進去 他們其實都會有善意的回應 所以我還是很期待 但是罵就是有根據的 然後罵得好 這個是我還是很期待的 對 但很可惜沒有辦法超前部署 就是出現一個事件 我們才好像在填一個洞這樣子 就很可惜沒有辦法 沒有遇到那個問題 好像就沒有人願意 事先去做一個全面性的 可能預防或者是措施這樣子 那剛剛陳律師有提到說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有提供 包含補償金的這個申請嗎 那我覺得陳律師也借這個機會 跟我們觀眾朋友也介紹一下好了 除了可能補償金之外 還有哪一些就是被害人 或者是被害人家屬 他可以就是得到的一些協助這樣子 其實四千萬的財坦法人基金會 可以包山包海管很大 那真的是沒有錯 你看 從我那時候說販寶一開始 我在推那個法律輔助 法律的諮詢開始 其實最開始真的超陽春的 就是法律諮詢 然後我都免費當送裝師 就幫他們轉轉裝 大概就是這樣開始 那其實到後來是有這個所謂的一路相伴 那其實這一路相伴指的是法律流程的一路相伴 那其實現在的販寶 其實有一些律師可以幫助從諮詢 或者是這個轉裝到後續的怎麼樣來訴訟代理 那整個其實整套機制 尤其是重大矚目的案件 死刑的案件 不是死刑 就是死亡的這種重大的案件 其實都有一路相伴就是免費的法律協助 然後其實更好的一點就是我們的法制其實都有在推 比方說像這種殺人 故意殺人的這些案件 他的從一開始案件發生 那其實從警察開始 警察局各警察局幾乎就都有了那個犯罪被害的保護官 所以有這個保護官的機制 那整套的流程就出來了 這個我就想到說 這個飯堡我們剛開始做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期待說有什麼災害發生的時候 就像慈激師姐一樣 慈激師兄一樣 他就會到現場去 那大家都很明顯就可以看得到 你是來協助我們這些災害的怎麼樣來幫這些忙的 可是最早期我們飯堡想要去幫人家忙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飯堡是什麼東西 以為是酒醉飯堡 酒醉飯堡是什麼 因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嘛 那很難簡稱啊 那就簡稱飯堡 那飯堡它什麼叫飯堡 是不是酒醉飯堡 那其實我們還經過很多的掙扎 就一直在想說 犯罪被害保護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一點的名詞 你們有沒有想到嗎 很難想齁 很難想 因為你就 那是不是可以只想保護 那保護保護什麼 還是沒有頭 那加上一個犯罪 很多人都不願意被保護啊 所以當然我們常常都把它簡稱為心聲人 心就是溫馨的心 然後身是心聲的身 就是溫馨 心聲這樣子的一個詞 那我們曾經用這個心聲人這樣子的名詞 來代替犯罪被害人 用這樣的機制 那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樣子的犯罪被害人 其實他有什麼特點 沒有人願意去張揚說 我是犯罪被害人 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很隱晦很弱勢的 那所謂弱勢不是只是說 講說他經濟上弱勢 其實他整個那個 我看這個姑姑可以發表很多意見 他的整個從走來的那個心情 其實他就是比較屬於比較弱勢的 所以怎麼辦呢 那除了法律輔助 法律輔助其實是有一段路 就是在法律的路程 那當然就是需要這個 怎樣的家庭的重建 急難的救助 甚至有這個 剛剛講到的說 這個 心理輔導 那剛剛姑姑也許講到說 那心理輔導 我們叫心理諮商 其實還可以有那個 精神科的醫師的那個幫忙的 那一般來講是心理諮商 那其實姑姑可能會 因為一些讓你了解的個案是很負面的 那如果我們就姑且相信好了 法務部做的那個問卷 就是對於律師法律輔助 或者是對於那個心理輔導 那個就是被害人的滿意度如何 法務部是說有高達九層級 那我們打個折我是不知道 但是因為姑姑碰到都是負面的 所以我這個我們不予置評 但是就是說 以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然後這樣少的資源 然後也盡量做到這些 那其實這個 對於各種的那個關懷保護 其實現在只要 那案件一發生 就會有社工 就我們不是社工 製工 就會去仿視 會給仿視機 因為看他家庭的情況如何 那這樣的保護傘其實是長這樣子 那就是 因為他的限縮就是在這樣 那我知道 這個姑姑的志氣比較遠大一點 那如果講說 你要把那個保護傘撐得更大 那如果我們就是用紐西蘭來講好了 他們也許是他們的犯罪被害保護 可能連竊盜啦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小案件 他們也保護 那其實講真的啦 如果講竊盜的話 我們律師也會有感 如果誰家裡發生過竊盜的話 把他什麼東西拿走了的話 那真的他也是很痛的 那那個創傷也是很需要療癒的 所以保護傘要怎麼張 其實就看資源到多大 但是以現在犯罪被害保護 他的保護傘是這樣 我們期待他可以更擴大 但是目前 積極在做的 這些都是對被害人 他們所急迫需要的 我們就精力做 也很謝謝陳律師跟我們做很詳細的介紹 這樣子 然後剛好看到姑姑有拿著麥克風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說 實際上這些制度 你覺得落實的狀況有沒有 我先講一下超前部署好了 就是當行事案件一直不停的在發生 超前部署就是社安網 可是顯然我們的林萬億政委 他不太能夠接地氣 所以他一直在實務經驗的人的意見 其實他都不願意接納 所以我們這種不是本科出生的 所以也沒有辦法跟他見言 因為如果你不是台大那種專業人士的話 要跟他講話是非常困難的 我還是一樣這個該講就要講 那在販保的部分其實 沒錯陳律師剛剛講的 譬如說一路相伴 譬如說四千萬 其實販保現在不是只有四千萬 他每年有兩億的預算 大概兩億上下這種金額會浮動 但是裡面其中有很大的部分 並沒有用在實際協助犯罪被害人保護 其實我從來在販保的這種不當的這種協助 我沒有責怪過任何志工或是販保的人員 我一直在責怪的是國家的態度 因為國家就是把犯罪被害人當成一個在法律上面不重要的那個人 國家對於犯罪被害人不重視 沒有那樣的態度的時候 一路相伴 有很多的重大刑案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這麼多的重大刑案 販保真正出現幾次 時間多久 點狀的出現是沒有用的 你有沒有辦法長期的陪伴 你有沒有辦法在等待檢察官和警察 甚至犯賢在初步相宴到場的時候 你當天就陪他九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我們的販保有沒有人力做到那樣 不是人員的關係 是國家態度的關係 國家沒有態度 就不會有這麼好的一個制度出來 那當沒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我們販保說再多都沒有用 一路相伴 其實那只是一個口號 你實際在實務現場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到一路相伴 為什麼 不是他們不做 他一個分會只有兩個人 他能夠做什麼 而且有多數人沒有辦法在重大刑案的時候去陪遺體解剖相宴 我就講分屍案好了 到底販保你有幾個人能夠站在家屬的旁邊 支持的家屬 在這麼近的距離 看那個遺體 沒有辦法 不要為難他們 專業人是非常重要 這些制工其實我一直是感謝他們的 當然外界常常會覺得說 我一直在批評 我批評的一直都是制度 而不是人 國家的態度尤其是我要批評的 我覺得國家在犯罪被害人的這個態度上面 我們的司法 絕大多數大概八成以上的法律人 其實關注的 甚至在養成的過程裡面 都是被告的人權 一直以來都是 被害人這幾年慢慢開始萌芽 開始有更多人願意來協助 就是在這個議題上面的這個修正 民間司改會就是一個 其實當時他們找我說 他們想要開始把多一點的力量放在協助這個議題的修正上面 他們也想要幫犯罪被害人的時候 結果當場我就掉眼淚 而且每一次講我都會掉眼淚 可能會有些人會覺得說 有沒有那麼誇張 你為什麼有什麼好掉眼淚 其實我被罵都不會哭 真的這八年多來我太孤單 我講的很多事情沒有人懂 因為大家都是看資料 那你不理解真正實務面 甚至在那個解剖相驗的現場 那種情況的時候 其實你講再多 你常常會就是 譬如說我之前我也曾經找過立委 我說犯罪被害人多無助什麼什麼 他說我們不是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嗎 可是可不可以去看一下那個法裡面 多數就是被害補償金 犯罪被害補償金的申請 而且我必須要講 很多人都以為犯罪被害補償金的申請 是一個國家賠償 其實它是可規則 可規則的意思 我要講人話 就是如果你是在這個事件上面 你有責任的 你是不能申請 你是要被審的 你像今天被害家屬還要像罪犯一樣 被審問審查 就像婉魚曾經說過 他被問的時候還問說 你現在還會難過嗎 請問到底 真的同理心的距離到底有多遙遠 能夠問這樣子的話 其實當時我有去審議過 當然最後我們是被認定是可規則的那個 請問一個兩歲五個月的孩子 不管他的父母做了什麼 都能夠合理化 當然王浩的父母很可惡 我承認 我弟弟真的也很可惡 他的媽媽也很可惡 可是就能夠合理化加害人 加害這個孩子的所有的行為嗎 是這樣子嗎 我被司法打得體無完膚 其實我今天會能夠走到今天這麼強 其實也拜我們的司法 一直不停的重傷害我 但是我死不掉 我就會更強大 所以這些官員 你們會常常看到王維軍 還是非常的直言 我就每次我只能講說直言 我覺得大家如果說要去體諒誰 我覺得國家是不能體諒的 因為被害人 他就是無辜的 那他這個家屬就是無助的 我們不能用體諒 這一點很抱歉 我真的不能認同 我真的不能體諒 當然大家都希望說給國家時間 可是太久了 真的太久了 在整個犯罪 其實什麼叫做犯罪被害人保護 請問你們到底保護了什麼 親人死了以後 你們保護了什麼 你給了他單據 讓他自己看 然後打個電話給這些 孩子慘死的這個母親說 我是飯堡 你有需要我們幫忙的話 你再打電話給我 是這樣子做嗎 當然你們人力不足我能理解 可是國家有沒有看到問題 在整個司法的環節裡面 為什麼讓人家這麼詬病 然後又這麼不信任 就在當被侵害的這一方 請問我安分守己 我是一個好的公民 我尊重我們的法律程序 我也照著我們的司法整個規範來走 我的親人的生命法律被侵害 可是我卻在這個世界裡面 像一個無關痛癢的一個人 就是可以被這麼忽視的對待 我要講忽視的對待 一直都沒有一個很真的深入 甚至是尊重的 我今天讓犯罪被害人有那樣的一個法 但是我們定了那樣的法 我不是你就要怎樣 你就要怎樣 而是應該是我們有了那樣的法以後 當在執行的這個人 譬如說是不是什麼時候要告知他 如果加害人寫信想要表達歉意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能夠用更好的方式 更有溫度的方式 先告知不要拿出來 告知被害家屬說 這個侵害你親人的這個兇手 他想要跟你道歉 可是這個動作 你不能直接把信就拿出來給他 你甚至不能就直接寄給他 因為你必須尊重他 你必須要同理他 不會被那個突如其來的那封信 感覺到他是不被尊重 我覺得這個細微的部分很重要 就是法不論怎麼定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在執行的那個人 人一直都是非常關鍵的 不單單只是犯罪被害人保護 其實這適用在每一個政府單位的 只要是對民眾的這樣的一個服務上面 或是告知上 這個溫度都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我們整個國家都需要做一個 有溫度的連結的 好好的這種教育訓練課程 而且是要定期的一直不停的去檢討 那我相信台灣才會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謝謝姑姑跟我們的分享 是有想到很多事情 我一下就好了 對我覺得也是姑姑很犀利的去點出了 可能我們現在制度上會有很多的那個問題 以及大家可能在執行的過程中 其實很忽視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姑姑一路對一路陪伴這些 跟您自己的案件一路走過來 會發現其實很多我們可能覺得是 就是不了解的人可能會覺得是細節 可是其實對一些人來說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實問題都在細節裡 真的 就是魔鬼藏在細節的部分這樣子 對 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有看到那個 我們直播的觀眾有給我們一些回饋 然後也有就是觀眾有說就是 因為姑姑剛有提到就是寄信這件事嘛 那我們觀眾也有提到就是覺得說 主要要經過被害人的同意 不然如果沒有經過被害人同意 就寄這個道歉信 他說很容易會造成惡度的傷害 是沒錯 其實這個就是在修復式司法的這一環 我覺得如果有一個很好的促進者 然後把修復式的司法一樣把它包在未來新的就是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的裡面 裡面其中也有一塊就是在做修復促進的這樣的一塊 因為他才能夠跟那個個管師有一個在整個案件上面他的通盤的了解 那我想在這樣子的做法 他應該是在環環相扣上面他會更完整 而不是每一個不同的地方在做這樣事情 那像現在法律輔助基金會也跟飯堡的這種整個連接上面也開始都接軌了嘛 所以其實雖然動得很慢 但是大家都有開始一直在動起來 其實是我還是樂觀的 嗯還是樂觀 好剛剛姑姑有提到就是修復式司法的部分 這其實也是我們今天一個主題這樣子 那很多人其實對修復式司法沒有那麼熟悉 可能會想說是不是今天這個制度是讓被告說減刑啊 或者是說今天我是不是走這個程序 我被害人我一定要去原諒啊 才能夠修復 但其實修復式司法他的一個核心概念是在講說 在一個事件裡面我們讓加害者方跟被害者方 他們有一個對話跟理解的機會 去表達自己的感受讓對方去知道 那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讓被害人的那個感受是被看見 那加害人透過這個方式他尋找一個彌補的方式 但是並不代表說他不需要為他的所作所為 去負他的包含刑事民事的責任 那稍微簡介一下好了 這個制度其實是從國外引進的 那台灣在這個修復式司法 他主要從2010年他開始在我們的地檢署有進行一些試辦 那他的流程大概是他會去評估程序 然後決定說今天這個案件他適不適合進行開案 跟進入修復式司法的程序 那我這邊看到的統計資料是說 至今大概10年左右 大概收案有1991件 那正式開案是1737件 那總共進入對話的是952件 那最後有達成所謂的協議的是690件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還不是一個很高的案件量這樣子 然後看起來也還是一個很新興的階段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請陳律師跟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我知道陳律師關於修復式司法 也有很多的了解 那跟我們簡介一下他的可能他的制度啊 或者是他的精神的這個部分 其實修復式司法 我常笑說他是天邊彩虹啦 他真的是很很唯美 但是不是很容易可以達到那個境界 就像姑姑講的被害人也許他誠心 就是接到一個那個加害人誠心的一個道歉 那可能又是一個很突兀 所以這個這個過程其實我只能夠講說 犯罪被害的案件其實他非常的多樣化 而且是因人設事每個都不一樣 對 你也不可能說誰說你應該原諒他 你應該要放下 這個通通都不能講 那都不能講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就要用一個觀念去思考 如果以直接間接被害人來講 那也許就是我希望真相是什麼 所以剛剛姑姑講到的真相是什麼 那這個是要真相 那真相怎麼來的 其實以我們法律人或者其實最務實的 就是你要有很堅強的證據 也就是靠見識 還有靠很多法官檢察官警察 他的辦案技巧 如果這些各方面的這個條件都周全的話 其實真相其實就很容易顯現 不太容易有問題 那這個真相之外很可能會有姑姑剛講的香焰 香焰如果以我們法律人來講 那其實他就是他的專業 但是剛剛姑姑講的這個所謂的香焰程序 他其實就是一個對被害人家屬的一個陪伴 一個在那個很低個時間點 怎麼樣創傷可以讓他不敢講說完全療癒 但是不是二度傷害 他可能他的著重點是在那裡 但是如果以我們法律人來講真相 那就是要進入訴訟程序 那這個訴訟程序 可以讓很多被害人家屬 包括姑姑 他們都覺得就是一個很不能夠接受的 因為訴訟程序 本來他就是很嚴謹的嘛 他就是很冰冷的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訴訟制度 刑事訴訟是做什麼的 就是要主角這一個 就是那個被告 所有的程序就是跟著被告轉 那我們被害人是什麼 被害人不是已經不在的話 那就是家屬 那就是路人嗎 就是證人嗎 那我們常常講說是隱形人嗎 那既然這樣子 如果依照以前的這種訴訟制度來看的話 你怎麼有可能把一個 不是主角的這個東西 把他納到就是主場來 說整個訴訟程序全部都要聽他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理解就是 為什麼所有的法律人 雖然那個姑姑講破了嘴 他們的就是專業滿橫的 這個很偏執的這個心態 那其實這個是因為訴訟制度造成的 然後整個訴訟制度就是這麼冰冷 但是已經陸續 已經其實經過了這麼多年 不管是日本還有德國啊 很多的那個 都是一些重大案件 也是一些血淚 讓所有的刑事訴訟法 跟這個被害人的保護 其實有更精進一點 那以德國來講 他們的犯罪被害人保護 其實怎麼樣來 他是一個民間組織叫白環 那完全是被害者家屬的聲音 那台灣的 我們講說他的優點 他的缺點 那我只能 我是認為是一個優點啦 因為有犯白小人命案 所以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那有個辦官方組織 他的好處是說 案件一發生 檢察官就會通知犯保 那或者社會重大主任案件犯保 就直接來關注了 所以他有一套的機制 但是白環的話 那就是一些民間組織 他可能就沒有這麼好的這樣子資源 那以前我們曾經想要推說 以犯罪被害人為主軸的這個民間團體 像白環一樣 可是後來我那時候甚至想要找個標竿人物 那時候甚至標竿人物 還想到說要找侯友宜 因為他的女兒是一個火燒 就是幼稚園的火燒車不在的 所以那時候曾經找了 但是後來這個也不成案 因為那個光是我想推這個檢察長 就已經很不高興了 怎麼你主委怎麼在搞這種事情 所以就後來不了了之 但是很慶幸的是說 現在的犯罪被害人 已經本身已經走到了我們的體制內了 那個小燈泡媽媽 或者是你們這幾位都已經就可以 其實聲音也已經都出來了 所以這一部分我倒是比較不擔心 因為被害人的聲音其實 第一手的聲音都出來了 那重要的是說 這個修夫斯司法 那除了說這個要真相 那要透過訴訟的程序 他是很冗長的 而且他的結果 被害人保證不滿意 不會滿意的 就是覺得即使判他死刑 都覺得是不夠他的所謂的 他的要求 那何況很多時候還判無期徒刑 甚至還給他什麼樣撿的 所以以被害人家屬來講 也不能夠諒解這個 那怎麼辦呢 訴訟程序就是這樣子 那所謂的被害人要的真相 透過訴訟程序來取得 量刑也不一定符合他的標準 那怎麼辦呢 下面就是只能夠說 他說他要公道 被害人家屬他常都是要我要公道 那什麼公道呢 就是你要趕快判 不可以一個案件拖好久 讓我可以看到他最後判了 讓法律給他制裁等等 這是個要公道 另外一個他們一個心情就是 像剛剛姑姑講的 我不希望他再去害人家 這個是他們很需要的 那這種狀況的話就是 就會覺得說你需要認錯 因為有真相出來了嘛 你要認錯 那你要道歉 那才有可能我被害人家屬 有可能諒解有可能寬恕 那這個這樣子就是一個修復的過程 所以這個修復的過程 那要怎麼辦呢 那其實就是最通常的 要能夠修復 就是要得到補償或賠償 其實在那個修復式司法 他最開始是那個也是紐西蘭 紐西蘭他們 他們就是有什麼 還有就是那種少年案件 家庭案件用的比較多 比方說他們少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就是家族 就圍成小圈圈的那種 讓大家去躺開心胸來講 然後還用的比較多的 像那個家庭暴力的那些案件 那少年案件 因為其實我們少年的法令 我們大概都知道 很希望透過少年的這個 因為他未成年 他是少年犯 所以希望可以有個教育的精神進去 然後可以一個轉向的這樣的機制 那這個就是一個修復 那這樣子的修復式司法 能不能適用到全部的犯罪 其實這個是要慢慢來 像德國他們已經有的這個修復式司法 也已經入法了 甚至他們要求說這個 這個法官檢察官他們在審理案件的當中 都要注意這個修復式司法的精神 那怎麼修復 如果以我們律師來講 其實最簡單 第一個你當然要賠償 那賠償機制怎麼樣 損害賠償金額是多少 那剛剛可能大家都很不能諒解 要顧顧講到說那個 國家的那個補償金 要什麼趁金趁兩 然後很傷害 然後問東問西 那個是因為我們的制度 可能是需要去修他 因為他 我們現在的犯罪被函保護法 那麼幾條都在講這個補償金的制度 那是因為他就把它當做一個損害賠償的制度 那我們律師法官最清楚了 損害賠償就是有損害才有賠償 那這個損害賠償就回到民事機制 你有沒有付出那麼多的這個商賬費用 你有沒有這個 就是真的就是你講的 你心裡難過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個機制也許是要另外去處理 這個再說 但是如果以修復來講的話 那第一個 因為補償金已經是你損害賠償拿不到 才有這所謂的補償金 那我們就回到損害賠償 那怎麼樣的損害賠償 我常常一個死亡的案件 那被害人家屬說要多少 那加害人那邊就說 你覺得什麼獅子大開口 滿天腰架什麼什麼都來 你看這種傷害不是只有第一次傷害 那後續的這種傷害那是更痛快 那他的機制怎麼做呢 那很可能就是像原來的很多檢察官 遇到這樣子的損害賠償案件 那也許他就把他轉介 到鄉鎮條結委員會 那大家都很詬病啊 鄉鎮條結委員會的那個調結委員 很多都是年紀大的地方士生 所以當他一坐下來以後 你這樣一點啊 你加一點啊 就是這樣的機制 那也許這樣也可以達成 因為這個各種每個個案的心情 還有那個當下的氣氛不一樣 也許是達成 可是依我們的經驗大多數是不可能這樣子的 因為那個那種痛苦那種傷害是更嚴重 所以我也不是說反對說這個調解機制不對 但是如果以犯罪被害人保護的方式來講 其實一到一般的調解委員會是不適當的 甚至我都覺得說 如果你請的律師不管是訴訟代理人 或者是那個辯護人 那如果法夫如果可以願意加入這樣子的精神的話 那可能就是不一樣喔 就是所有的只要接跟犯罪被害有關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保護傘 我現在是用罪線說的 類似這樣案件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指派的扶助律師 那應該都是要有這種相當的被害人保護的訓練 你就是說不管是社工資工這種精神培 這種心理諮商的這種諮詢的那個 因為法律背景沒問題嘛 但是法律人就是很嚴酷的 因為他就一板一眼 那就像剛剛姑姑講的 他可能會被那個加害人的律師傷害 那這種傷害有時候 其實法律人都有點偏執 這個就這樣子啊 他講出來的話 如果他都沒有經過修飾 然後沒有同理心的話 那對被害人家屬就是一個更嚴重的傷害 所以如果這整個的機制可以 包括你看德國 他們已經把那個修復式司法的精神 加入到他們的刑事訴訟法 如果他有修復的話 可能對他良心是有幫助的 那這樣制度就是有制度化 那我們台灣事情的是幾年 剛剛主持人也念到了那些方案 其實我個人來想 其實要達到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要法治化嘛 他在還沒有法治化之前 你說叫那個法官檢察官 甚至剛因為你念了那些案件 那個是檢察官來開案 檢察官他忙得要死 他光是你看 他哪有時間管理這個 他根本也懶得開案 因為開案他還要後續還要追蹤 還要考核還要找人 到底做的對不對 都一套機制的 那檢察官理論上講 他們沒有那麼閒 也沒有那個心 所以這樣的機制 我是不敢想到說很快的 也許姑姑你盡量去罵嘛 可以罵出名堂來 那就要感謝 但是就是這個機制 政府有在重視 那透過這個國事會議的這樣的那個 結果可能會有儘快 但是他的儘快要怎麼辦 就是要法制化 然後我們的刑事訴訟法 然後甚至要有這個給法官檢察官 甚至警察 律師我總覺得都要加入 因為姑姑都受到律師傷害了 其實也不只啦 其實包括那些行政人員 搞不好都會啊 你看因為被害人本來就是無知嘛 你公司到那個法律諮詢啊 這個什麼諮詢櫃台 要繳個費啊 寫個狀啊 遞個狀啊 他就給他挑東挑西 對他們通通都是傷害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都比較傾向說 你法制化之話 其實就是一個訓練 姑姑剛剛也提到了 那這個訓練就是一個關係 一個觀念的一個推廣 那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常常在講一個說 其實檢察官喔 他要做修復也不難耶 我就舉一個例子啊 我辦了一個案件 這個爸爸他因為繼承的主產 自己又很奮鬥賺了很多錢 那以前重男輕女嘛 他買了很多資產 他就也不登記自己名下 他直接登記兒子名下 房地產登記兒子名下 這個存款也登記兒子名下 等到他年紀比較大 他本來都收出去 又自己看了自己很多錢 可是等到他兒子 翅膀硬了 他就房地產我的啊 我就出租我出境我要自己收 然後那個存款他就自己拿了 然後爸爸很生氣 就去告這個小孩侵占 什麼的 其實故事很複雜啦 但是最後我還很記得那一幕 這個檢察官就跟兩個兒子講說 等一下喔 我讓你的爸爸罵你十分鐘 你們通通都不要回嘴 然後他爸爸就噼噼噼噼罵了十分鐘 然後他不起訴處分 那最後爸爸也不再提申請在意了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種像這種 為什麼這種修復是司法 他一開始是放在少年案件 還有家庭的案件 因為這個修復是 比較有他的修復的那個價值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其他的一般案件 是不是可以直接這種殺人的案件 直接透過修復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高難度的 而且那個妹妹剛剛很多問題的 不是隨便你說要修復就是 也不是說你放下 你原諒什麼 通通都不能講那些 那所以我倒覺得說 包括我們你我 在座每個人 我們的那個朋友們 其實都一樣 我如果只要有那個心 我隨時隨地都可能 我除了不要自己去當加害人之外 也當然不要當被害人 那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我透過我周遭的朋友 也許我就可以實施這樣的觀念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人生的意義 但是不見得說 你要把它馬上層級提高到說 刑法的或者我們司法的修復 那這個要做 但是不是一步可及 而且也不是說 這個效果可以怎麼樣的 十足的怎麼樣 其實人都要靠自我療癒 白冰冰現在白小燕已經 他已經講說 他已經如果在的話 已經四十歲生日了 他過往已經二十三年了 他到現在 你說他走出悲傷了沒有 沒有 心理學的那個悲傷的 那個創傷的療癒至少十年 那你看二十幾年 他還是被他走出來 所以因人而已 那有的 有的一般的什麼老婆死的 他很快就可以馬上又結婚 那就是這個創傷 是不是當時哭得要死 可是很快他就有新的對象 所以這種每個人的個案不一樣 那心情遭遇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對被害人的保護 我都只能夠說 你要去尊重他 然後能夠讓給他合適的尊嚴 就像剛剛講的 調解委員會的委員 他在那邊亂調一通 那就可以商業案件 倒會的可以去這樣調 但是這種被害的案件 其實真的很不合適 所以即使要賠錢 好啦這個他也很乾脆我錢多嗎 那我就陪你好了 你要多少我就陪給你摔到地上 那要嗎 我看被害人家屬 那可能是更深層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被害人要什麼 就是要真相 要這個給他一個公道 然後要給他尊嚴 這個是最重要的 謝謝陳律師的介紹 我覺得對陳律師提到幾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對於一個案件裡面 我們要互相尊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並且就是要試圖去 就是不要把對 不要在那個案件裡面可能只在乎就是說 例如說那個賠償金多少錢啊 多少錢 而不是去看到被害人真正的感受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那修復是司法其實我覺得還是可以聊一下就是 因為我看他其實實際上 收案開案的個數都沒有很多嘛 我覺得也像陳律師講的其實 不是每個案件他都適合進入那個修復的程序 因為可能有些案件可能雙方真的沒有一個對話的空間 或者是那個對話可能沒有辦法順利的進行下去的話 他好像也沒有辦法去勉強這件事情 我自己看到的資料可是我是看新聞 所以我不太確定實際的狀況 因為我看那個小燈泡的案件 好像原本有在討論說 要不要進入那個修復是司法的程序 但是後來好像因為被告他是有思覺失調的問題 所以他好像沒有辦法在那個程序中 他有比較好的對話跟理解的空間 所以後來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所以看起來好像真的要能夠進入這樣的案件 好像門檻其實也是滿高的 對 那我覺得陳律師提到另外一個精神是說 我們修復的這個精神 其實未必一定要透過這個程序 我們其實是在各個不同程序的面向 我們都應該要有這個精神嘛 就例如說我們今天接了一個案件 或者我們陪自己的當事人去進行那個程序 就我們也不能覺得說 喔今天我又不是修復的委員 我不需要管他 我只要做我的工作 而是我們可能在自己做自己的工作的時候 你去注意到對方的需要被同理跟理解的那個地方 然後可能從細節的部分就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對案子的進行 或者是對整個的當事人其實都是一件很有幫助的事情 我再分享一個觀點 像我在辦很多案件 或者是在談 講談判是有點商業的那個意思啦 但是就是說在調解的時候 我常 第一句話我都比方說車禍 或者是就講最簡單的車禍案件 當你接到這種案件的時候我就建議你說 先了解一下被害人 那你這個車禍還好嗎 現在恢復的怎麼樣 那有的人就很樂觀說 現在就是頭有一點 有時候有點暈啦 哪裡可能這個時候可能有疤痕等等的 那也許我們就會講說 那你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喔 我們碰到那麼多的案件 蹦一下就去了 那就掀下來 那接著如果真的進入那個談判的主題的時候 那就是要賠錢啦 到底多少錢 那那時候各說各話其實 有時候很難理解 所以我常常都把他們分別叫開 我就跟那個加害人講說 他現在請求這個金額怎麼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就是你想想看 你如果有一個手指頭 我們都有這個經驗嗎 我們手指頭被割傷了 可能好幾天我們都很不舒服啊 也是覺得很痛啊 那何況他是 他的痛是可能需要握床休息多少天 讓他自然權益 但是你看他外表都看不出來什麼傷 那也許他是醫生也證明說 也有這些現象 那你是不是就不要想到說 只用以前的這個觀念 你可以擁有同理心或者怎麼樣 但是你前提你要先 如果你有錯的話要道歉 比方車禍案件我都常跟他們講 你有沒有把握你這個案件 你答辯到後來檢察官會不起訴 你以後可以打到無罪 那檢他的責任也許就是3%5% 甚至50%或者90% 你是不是有人可能打到0% 如果可以打到0%的話 那也許不起訴 那你就通通不要道歉 如果你真的是有一點過失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說 那你在你的過失範圍之內道歉 但是這樣一表示這樣的以後 這個就是認錯 那一認錯有這樣的理解以後 下面就好談 因為我們發現很多的被害人 其實他要你的機會是個認錯 然後一個道歉 那這樣談下來以後 接著就是金額喬不攏啊 我很窮啊 我下面這個小孩 好幾個父母很困難啊 我收入很少啊 現在又是無薪 無薪價什麼的 很多就開始就靠雕啊 可是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說 當這種情形的時候 然後那個被害人也可以理解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倒過來 反而會覺得 那你知道大家都很難問 價問就怎麼樣 其實都已經很好談 我覺得說很多個案 你可以在這個個案當中 適時的去加以修復 可能這個對兩邊的那種幫助是更大的 好 我剛剛有看到就是姑姑其實在 陳律師分享的一些片段 你都有點頭這樣子 所以姑姑感覺有一些話想說 我是 其實陳律師有看到問題 真的那些殺人案件 真的不適合在地方士生那邊調解 我分享一個我大概六年前去協助的一個案件 我就陪他們去調解 女兒死了 那當然被害跟就是加害這邊的金額 譬如說我舉例了 這個加害人這裡說他賠兩百萬 那那個就是被害的這個父母說 他可能說他要五百萬 他的這個就是提出來的金額 那當這個提出之後 然後那個地方士生呢 你知道他就這樣 好… 然後就那個被害的媽媽就一直講說 隔了多久才又再生這個孩子 然後孩子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多難過什麼心多痛 然後那個地方士生就說 我都感同身受 但是…然後他就把計算機拿過來 但是你說幾百萬 他說幾百萬 我告訴你 然後就… 就是被害跟加害的部分的金額加起來 然後除以二 然後再什麼幾折這樣 然後一邊按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我差點呼他一巴掌 他說 孩子最終是有價錢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士生 你覺得他是一個促進者嗎 我覺得他差點讓我變成 這個暴力的這個罪犯你知道 我差點就一巴掌就呼過去了 這個事情齁 在你看五六年前發生這樣的 實際看到 就在你活生生在你面前發生 那我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事情是 在調解的時候其實 你知道那個媽媽和爸爸其實 當場就這樣 你知道發抖 氣到發抖 就是什麼叫最終孩子還是有價錢的 是你的孩子有價錢嗎 怎麼可以這樣講人家 你知道 這種話講出來是非常不當 所謂的士生 我覺得 我都不知道那個到底是哪一種士生 他真的 那個邏輯真的是 甚至那個語言真是遭到不行 那再來一個我補充一下就是 在大概兩三年前 比較有 常常會有人來問我 就是修復斯司法 那像這種刑案應該是在什麼時候 什麼階段應該要怎麼做 那其實我一直都覺得這種 蓄意的加害的刑事案件 其實在司法程序裡面 其實都不應該啟動修復斯司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修復斯司法現在 絕大多數的這種 就是被惡意侵害的這種 奪取生命權的這種 就是被害家屬 其實都覺得修復斯司法 是我們的國家 為了要逐步走向廢除死刑 所以修復斯司法就是所屬的 尊重好無事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尤其你看 其實小燈泡的案件 當時還在司法程序 一開始沒有多久 他就拿到修復斯司法的告知書 那個是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 婉魚是一個邏輯很清楚 然後他也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所以他能夠去思考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我 當時發生這樣的情況 拿到那個 你知道那種感覺就是 所以 現在我們就是談一談就算了嗎 如果今天我們真的能夠 讓這個修復的促進 能夠有一個慢慢的 一個好的方向的進展 可是卻因為在司法的程序 還沒有結束以前 你就啟動了這個 如果加害者其實他是真心要道歉 他也會被歸類成 你就是想要被輕判 所以你是假裝道歉 那這種很難去分辨 然後你也會扯不清 甚至其實最終的結果 就是可能這個加害人的一片的真心 他真的有悔過之意 然後付諸流水了就沒有了 那他也會覺得說 那他也被傷害了 不是嗎? 因為他是真心 可是在講到被害家屬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這個被害家屬 其實這種創傷會更大 因為你不管怎麼判 他都會覺得說 反正要不然就是國家要逐步廢除死刑 所以這個案件判這麼輕 那這個促進到後面 如果說假設說是無期徒刑 或是勝或25年、30年 那個家屬會覺得是什麼? 就是因為有修復 所以他也有認錯 所以他就會變輕 判刑就會變輕 就像賠償一樣 有沒有?之前就是有民事賠償 對,我們有和解 然後我願意賠你錢了 那被判輕 就是大家都是畫等號的 但是其實不是所有的案件 都是同一個模式 其實我覺得很 社會大眾比較容易就是 不是黑就是白 就是譬如說 車禍案件 這個模組就是長這樣 然後殺人案件就是長那樣 就是都用同一個模組去套 當然我也非常感謝陳律師 剛剛講了一句非常好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相關的人 甚至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大家都可以是那個促進者 如果能夠這樣 那個就是種子會更多 所以尤其是在能夠接觸的 就是這些受侵害的這種重大案件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相關人等都應該要去上那樣的一個課程 如果能夠上那樣的課程 其實這個比很多的那種促進者的那種養成更好 好 法治教育就加上這一點 太好了 但是跟那個姑姑講的是很正確啦 其實這個是一個修復施施法 你要入法或者是要推廣的幾個關鍵點 就是他要用被害人的角度來看怎麼樣修復 就是被害人角度的修復施施法 那怎麼看呢 比方說我剛剛講說修復施施施法 可能在少年案件加班案件 而且還有有時候他們會再用到那個監獄刑刑法 那我們現在是已經有這個機制喔 比方說那個他監獄刑刑刑法 有點數累計點數到的話 他可以假釋嘛 假釋你要通知被害人一下 被害人如果反對的話可能可以加一些意見 那其實這個就是有一個 你如果修復的好的話 那被害人家屬也贊成的話 那這個假釋制度可能就會覺得比較圓滿 另外一個就是跟我們律師覺得是有一點關係的 就是說你這個修復施施法以前都講 我們可以講說他犯罪後的態度怎麼樣 他有沒有賠償有沒有怎麼樣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機制有沒有做得到 那我們一般都會用被告 我們看多的判決書嘛 法官的判決說被告呢 他已經已經賠償了 然後犯罪後態度良好 什麼要說良好 花瓜覺得良好 還是被告自己覺得良好 那你要問問看被害人家屬有沒有覺得良好 這個是一個重點 所以如果是以被害人家屬的觀念來看 是不是良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修復的精神 就不會像姑姑剛剛講的那些狀況 我趕快補充 陳律師也講到重點 我們等一下還要有一個小Q 陳律師也講到重點 就是剛剛說到底是不是良好 我常常在法庭上面就說 法官覺得他犯後態度良好 因為一發生事情 他被抓進拘留所那個加害人 就一直不停的抄佛經 然後回向給這個他殺死的就是 那個案件是戲子寵物店的 槍殺他的老婆的那個案件 在法庭上面我就看到就是 就是裡面的那個就是教悔師就是把那個 甚至還出庭去幫這個加害人講話 其實那個畫面是非常不當的 因為你看到的是他在監索裡面的所有的種種 但是他的親人所看到的是他產死的這個姐姐的遺體 那樣的一個超佛經就是表示他有回過 還整疊乘上去 就是然後甚至還傳喚那個監索的那個 就是來幫忙教化他的那個志工 那總共只有看過四次 三、四次還不確定三次或四次 但是他就一口咬定說這個人有回憶 你知道當庭 我們大家都有點傻眼就是 你才看過這個人 而且你看這麼多人 可能監索你可能有三、五百人對不對 你來看過跟他談一次也都很短的時間嘛 然後你竟然可以就很堅定的說他有回憶 他態度良好 你就覺得這個然後法官就引用 你不覺得這個讓人家就是在整個這法庭上面 我就看到好多人的臉上都三條線 不管是律師或是在座的人大家都這樣 天哪不會吧 難道這個法官也是修行很著迷的嗎 就有超佛經就... 所以很容易會被誤會啦 我補充這個 陳律師其實講到我常常看到的問題 實際上面在法庭上看到的 確實是就是如果用很純形式的方式去認定是 跟實際上的那個感受會是有一個落差這樣 對 今天真的跟兩位聊得非常開心 對 但是我們... 對,我們時間就是有點緊繃 那我們留一點點時間大概五分鐘看有沒有一兩個問題 就是我們線上的朋友想要跟我們來QA這樣子 其實剛剛有看到一些回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也有觀眾就很支持咕咕啊 覺得咕咕說得很好 然後覺得咕咕很辛苦 然後也有這個... 也有就是認為說陳律師這麼熱心 很感謝陳律師的熱心 對 也感謝我們觀眾朋友的這個支持這樣 我們現在還有大概十二個人在這個聊天室裡面 這題好像比較難就是我們有看到 有在詢問那個國民法官法啦 就是問說國民法官法裡面有沒有跟被害人 被害人相關權益的保障 這個會不會有一點比較難一點 陳律師要簡單幫我們分享嗎 還是我們要再開一個國民法官的轉題 其實我還是用被害人的角度來看這個法啦 其實被害人剛講說他要的就是那些東西嘛 那他的訴訟程序本來他就是律師本來就是可以 就是說可以委任訴訟代理可以閱卷 審判其實可以表示意見 然後那個科行方也可以表示意見 那我們後來修法呢 也增加了比較多的他呢 比方說那個再講到那個證據的那個都可以表示意見 可是現在就是比較不管他是用採陪審制啦 什麼混合制啦 參審制最後我們是國民法官法嘛 參審制嘛 那那個不管什麼制度好像都沒有特別強調說 這個這些制度要怎麼來保護犯罪被害人 那更重要一點喔 國民法官法其實他是限縮在某一些特定的案件啦 一般的犯罪被害人案件也不會去適用到國民法官法 不然的話有那麼多的國民法官就要去當當 放下自己的陣子要去那邊關幾天啊 那這個也是 所以有那個法是因為我們採取陪審制的精神 那引進來說要提貼地氣 然後就是這個 可能這個象徵性的意義會比較大 那也許某些個案會加進去 但是應該還好啦 目前但是如果說用被害人保護的觀點來看 也沒有特別強調啦 也沒有說給犯罪被害人一個特別的 因為要接地氣嘛 所以給他一個特別的空間 現在是沒有看到有這個規定啦 我覺得就是今天比較沒有時間聊 就是去年刑事 包含國民法官法可能要另屁一個 另屁一個會談 然後我覺得跟陳律師有簡單提到 就是去年修正那個刑事訴訟法嘛 增加了被害人參與訴訟的那個制度啊 就是包含說他可能在訴訟程序當中 他可以有比較多的機會去表示他的意見 因為我相信很多被害人加說 他們常常會覺得自己在那個 對那個程序中是很沒有參與的 就是而且常常是最後問完大家 全部辯論完最後才問說 那你告訴有人有什麼意見 然後法官就一副等著 就是要開下一題的樣子 然後就是還會催說什麼要不要快一點啊 對啊 對 就是可能你講太長了 對 其實都那個我覺得那種友善 那個友善都是一點點 一丁點 但是即便一丁點喔 我覺得他也會慢慢發酵 我相信應該有更多的法律人 開始在關注被害人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種子 慢慢我們就會生根發芽、茁壯 然後到最後國家就會非常重視 因為他再也壓不住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最終 法務部跟司法院其實都要負很大的責任 對於這個議題的不重視 你看法服就是沒有基本上不扶助被害人 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不覺得這聽一聽到的時候 就有點讓人家受不了嗎 這個要問我們主辦檔位 對 對 有啦這個先我就已經講過了 還可以有時間講嗎 我看算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機制的問題啦 因為我非常的了解 因為有法律輔助嘛 然後曾經我們飯堡也希望跟法律輔助 法律輔助基金會可以合作接飯堡的案件 那事實上因為法律輔助基金 他已經有一套機制在了 他有資歷的審定 那飯堡也有資歷的審定 但是也許他的審定的標準 跟法服會不太一樣 對 所以有這些不是說 但是現在經由你們推嘛 反正就把那個飯堡 那個飯堡可以穿這麼大的一件大衣 西裝 我們也樂見 對 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今天好像比較沒有線上QA的部分 沒有吧 應該不是我這邊沒有跳出來 好 那我們最後好了 這就是兩位來賓可以互相給對方 大概一兩句話 姑姑要不要一兩句話 總結今天 或者是想對陳律師今天進行一個整體的回饋 整體的回饋 我覺得陳律師在他自己的這種律師的視角和實務上面 我覺得陳律師有看到問題 然後其實每一個人從自己 像我因為我是民間的這個公益組織 我所看到的問題 跟律師方看到的問題 那大家都看到了有極類似的問題 然後大家都能夠從自己的就是在生活或是工作上面 真正能夠去落實這樣的一個有溫度的這樣的一個促進 我覺得如果有十個陳律師 有一百個陳律師 一萬個陳律師 慢慢的去擴張 促進的這一塊絕對會做得越來越好 它會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我相信其實我一開始在推休法其實都被人家笑到不行 但是我常常回應就是洗我臉的人就是 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 你不去做連百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 但是八九年前洗我臉的人 現在應該給我一個公道跟我道歉 謝謝 謝謝姑姑 那陳律師最後有沒有幾句話想要跟大家分享 謝謝姑姑的恭維 其實我們的角色只能夠叫做犯罪被害人的支援團體 就是協助你們的而已 但是真正我還覺得所有的主軸應該是以犯罪被害人本身 作為它的主體性 那我們怎麼樣來支援 所以我講的也許是比較客觀 比較中肯 比較中性的去角度去看這些問題 所以我會很平和 而且很積極正面的去做 那其實被害人家屬本來就是當事人嘛 當事者迷啊 當然就可以歐白盧 所以我也建議你可以罵你就去罵好了 然後你可以怎麼盧 也可以百分之一能夠盧出來一點 你就已經很厲害了 所以姑姑加油 謝謝 大家加油 今天很謝謝兩位來賓帶來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關於這個修復室啊 正義或者是犯罪被害人的路 其實都還很漫長 但是我覺得就像姑姑說的 我們從自己開始 我們開始當一個有溫度的人 然後我們不要認為別人認為說這條路不能走 我們就放棄 我們持續的去努力跟改變 那相信我們未來還是可以帶給這個社會就是更多 就是看到更多被害者的 需要被關注的地方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就下個月再見囉 掰掰